早晨 今天是2024年1月29日 星期一的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早我们有 台风东方资产管理的 基金经理朱俊文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朱长 今早大致是什么 今个星期是超级周 今天这两天的角度 例如有中国的PMI公布 然后明天也是期杰 看看股市会否有进一步的反弹 当然了 美国一直有很多话题去说 因为再重新 今个星期是超级周 近乎撇除了英伟达以外 Megacap股份全部公布业绩 以及也有议司会议 所以今个星期 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星期周 是的 稍后会和大家谈谈 内地就继续出招救市 中证监今天开始会限制沽空 稍后朱长也会和我们分析 政策对后市的影响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透过香港经济日报HKETN 里面的聊天室里面留下你的问题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表现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 市场最新公布的PCE数据 低过市场预期 但个人开支增长加快 市场预期三月减息 机率轻微升温 美股三大指数低开后 是个别发展 道指收市升60点 收报38109点 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 标指收市微跌3点 收报4890点 纳指收市跌55点 收报15455点 跌幅0.3% 纳指金融中博指数向下 欧洲股市做好 法国股市升超过2%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是个别发展的 今个星期即将公布业绩的 Amazon、Meta和Google都做好 Tesla星期四急跌1.2% 星期五轻微反弹 NVIDIA跌1% Intel第一季业绩展望 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急跌1.1%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 普遍做好 京东、百度和阿里 都比半港收市高出超过2% 美团、腾讯和网易 比半港收市高出超过1% 汇控比半港收市高超过2% 折合62元 比亚迪和友邦比半港收市高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200点 升幅0.5% 最新报35951点 首二终合指数升12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未升9点 新西拿50成份股指数升54点 新加坡交易的降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做好的 正在升86点左右 恒指上16100点 稍后到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朱sir谈谈外围的市况 我会好好控制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非常之多 美国的大市方面 即今个星期左右的市场 非常之多消息 第一就是联储局今个星期 会举行今年第一次的议息会议 但市场普遍预期 息率维持不变的几率有97% 上星期公布了多项重要经济数据 星期四的GDP增长大过预期 星期五公布的PCE 就是核心PCE按年升2.9% 市场原本预期升3% 看到数据是三年以来最低的 同时另一方面个人支出的增速是加快 升0.7% 市场原本预期只是升0.4% 美股上星期五就是个别发展 整个星期计三大指数都是向上的 但公司股份就走光了 现在谈了大市的情况 现在去到减息启动 即大约3月或5月 你是否建议大家都继续 一个炒股不炒市的策略 去对待美股呢? 我们看到在整体的趋势来说 很明显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涉及所谓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指数已经相对 在股价上升到 你没理由说现在还是低位 其实对比纳指的整体的市盈率 就算是预测市盈率的分布 也是历代可能是第二 或者第三以内的相对高位 当然是仅次于 2000年的科网 当然是低一大截 那些当年全部都是泡沫 而且对比2021年当时的市盈率 又真的特别是没有AI 概念的加持的情况下 当年坦白说真的太过分 撇除了这两个时代的高端之外 现在是一个科网的市盈率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 偏高的一个水平 当然如果是对于 特别是一些AI concept的股份 原来我们是轻视了 它的盈利增长的动力 包括了直接是卖晶片的 那些我们叫做卖产人 以至买了一部机器 又可以涨到盈利的 比如Microsoft或者Google 会不会盈利 原来在中市的角度 是out of our imagination 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 令到Elon Pashers上升 变相是PE下降的话 市仍然可以有一定的上升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在估值上会限制了 所以在整体的 而第二 其实影响到炒股和炒市 很明显跟业绩有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是超级业绩周 或者业绩的一个密集 所以我会觉得 近期炒股和炒市 是一个很重要的 无论在股票或者option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对 上星期公布了不少业绩 叫做好坏参半 Tesla和Intel差过预期 股价是即时大跌一成的 Netflix之后就做好了 三间公司 简单说谈股票情况 Tesla三个主题 无利率跌不披露今年的业绩指引 只是预计2024年的增长 可能明显低过2023年 股价星期四急跌一成 然后星期五就有反弹 几间大行都有发表报告 摩通说到 公司股价会再跌三成 因为他们大幅削减 汽车价格策略侵蚀了利润 但就未有带动收入的上升 Intel上一季其实收入是升的 以及结束了七年跌的情况 但对第一季的收入指引 就是低过市场预期 Intel自己最新的第一季的收入预期 是122至132亿 但市场预期的预期是141亿 所以有一个指引市场所望的情况 股价星期五就跌了一成一 CEO事后就说市场现在是反应过度的 再看第三间公司 Netflix 第四季的收入超过市场预期 顺利升五成 星期三股价升一成一之后 其实是连升三天的 好 各别公司去看 Intel和Tesla跌 你觉得市场有没有反应过度呢? 首先 Tesla来说 我觉得市场的反应 并没有过度 是 那我们讨论可能一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说 毛利率很多人说是创新低 你看新闻报道都说了 可能不需要我说的了 那不如我借这个话题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毛利率既然是创新低了 那我们就讨论就是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究竟会不会有改善呢? 或者甚至是 further地恶化呢? 那我相信不幸地 直接结论先 我觉得起码两个季度里面应该是不会改善 或者甚至是会恶化 因为现在是整个新闻园 全世界很公平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那边 它那个开局都是不靓的 非常之不靓的 包括了 我们就是说现在在中国那边 那个红海竞争的情况 有很多强势的大公司加持的 新的新生势力 我们叫做 开始来说是介入 或者是蠢蠢欲断地介入 包括说了很多次 是有华为支撑的问界 还有就是说是 价格杀手之王这个小米 是 而我们就是说 在他们也未正式是埋牙 叫做欲博之前 其实我们去到去年的年底 有很多公司 亦都开始主动地减价 譬如说去年 其实曾经升到很燦烂的理想汽车 它也是减价 那变成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就是对于Tesla的盈利的压力来说 肯定是会有的 而我们就是说 在欧洲大陆那边 其实在Model Y 亦都有一个商量 比较大的幅度的减价 减了差不多8-9% 对于毛利率 你没理由说是不伤的 因为一辆几十万的车 你会计算的 这个港元 你减十万港元的车 你一减减8% 你减了2万多人 你不要忘记的是Tesla 它一辆车的减利润 现在已经降到大概是 算港元 大概4-5万元一辆左右 你又丢了2万多 你小朋友计算 你也会计算 对吧 那变成说减价 只要进一步再减一至两次 其实就是 令到它的纯利 是会大幅地下降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小学生 都会计算的数 不过看看你能否接受 这个现实 OK 那变成说 其实在Tesla的角度 我觉得面临的挑战 相对来说 都会比较强劲 还有最后 浸气你那一句 现在是欧洲整体的经济 仍然相对是比较弱 但是它又未去到减息 而我们说 美国也是一样 它有少少是软着陆与 大部分机会软着陆 这些部分的硬着陆 它又不肯 就是有一定的机会 三月又未必说 完全是一定减息 这个有可能拖后 所以我们就是说 无论欧洲大陆 美国也经历了未进行减息 息率仍然高企 经济已经有少少疲态了 的情况 所有这些情况 对于特斯拉来说 是不利的 可能要直到第三 或者第四季 即是减息 然后减息 也有延后 道向效应 那你就要等它减一轮 之后 那些钱 灑在大地上 然后才令Tesla 可能会好一点点 那变成了 人家会不会是愿意 就是说 是吧 将来会好 我忍你半年不搞你 那会不会呢 你看到现在的股票 被人搞 是吧 那有Tesla的分析 正要大概是这样 是 两个方向去问 这样说 你刚才的分析 就是说 不建议大家 现在追Tesla 就是现在追 赢面也不大 但是如果追捕 你又是否建议呢 还是赢面也不大 其实追捕 我觉得它暂时 在技术上 应该是180元 就可能会有一定的 少少的支撑 可能会循例反弹少少的 是是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Tesla在这段浪 未去到现在 塔陷得这么差劣的图表之前 其实它有弱光的浪型 就是说 我从去年的绝地谷底 100元边升上来 到300元 然后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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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类似附计这些 这样的价位 就变了是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好友 和淡友 都是很想搜到 或者是击破到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就是 就是近这两天 Tesla 是试过最低的那一秒 180点几 即是升入升到180元 那我会觉得 在短期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少少的支差 可能打一旦 可能你10元 8元或者以上 多少少 其实可能也不奇怪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纯粹是一个反弹 反弹完之后 都担心它下面的价位 如果一穿的话 可能是淡友 就自然一些技术沽本 就会摔下去 所以反而 大家要留意这些 关键的价位 我会觉得 好 刚才说了几间 就是过去一个星期 公布了业绩 接近这个星期 几间都是非常大型的 Google、Microsoft Apple、Amazon Meta 都是这个星期 另外还有AMD 和药厂 会不会有一两间 你觉得值得大家 业绩前留意 甚至是预先吸纳 其实首先 预先吸纳 我们就要分清楚 你可以用三个方式 去进行这个行为 这个是吧 而三个进行的行为 可能完全决定了 你赢 或是完全失败的 一个所谓的186 不同的明白 即使你做同一个行为 还是Buy 那你以下哪些三个行为 第一 你买正股 买正股 理论上是最中庸 和稳固的 因为我可以无限煲 这个是吧 我不想说 某个地区无限坐 这个是吧 那美国叫无限煲 这个限利可能高 你可能高